中秋节快到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无忧无糖 做法超级简单,免烘烤的紫薯月饼 迪卡地质,健康美味,玉尼紫薯外皮 搭配红糖红豆类馅,让你吃得开心又放心 喜欢的朋友们,一起来看看吧 今天要用到的原材料非常简单 月饼的外皮只需要两根新鲜紫薯 再搭配一份速冻的冰鲜芋头 或者是用新鲜的芋头也可以 月饼的内馅,这次选择了孩子们最爱吃的红豆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碑选择 熬红豆馅,应该是这里面最费时间的一个步骤了 怕麻烦的朋友们,可以直接从超市购买成品内馅 今天做的是带颗粒感的红豆馅 先用冷水煮开,清洗之后,将冷水再次煮开 重复两次之后,放入电饭包里 加入适量清水没过红豆 再搭配上对女生特别友好的红糖 稍微搅拌一下 接着把已经去皮的紫薯改刀切成小块 这样可以缩短争制的时间 买不到新鲜紫薯的朋友们 可以去华人超市购买速冻的紫薯 也可以做出一样的效果 准备好之后,把它们跟红豆放在一起焖煮 方便又省力 红豆需要焖煮一个小时 紫薯和芋头可以提前拿出来 为了更好地把握你所需要的颜色深浅 可以先把蒸好的紫薯用勺子压碎 再根据你所期望的颜色深浅 加入适量的芋头,轻轻调色 这里用链乳代替白糖调味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链乳可以很好地增加它们之间的粘性 这个过程也可以借助搅拌器来优化 最后呈现出这样粘稠的质感 和你想要的颜色就可以了 做好了外皮的准备 就可以把煮好的红豆转到一个小锅里 保持中火,边加热边用勺子顺着一个方向慢推 这一步是为了把红豆汤里的水分炒干 中间可以试一下红豆的甜味 如果你觉得甜度不够,可以再补一点红糖 另外还需要加一点食盐 很快你就会发现红豆在慢慢出沙 质感也渐渐变得浓稠 继续搅拌 等红豆表面有湿湿的状态 转成这种膏状的质地 就可以关火了 因为等它冷却之后,水分蒸发 质感会变得更干一些 要是提前做好的话,可以冷藏保存 早急用的话 可以把红豆馅铺在盘子里摊开 让它迅速降稳 冷却之后,我们取每一份20克的量 把红豆馅搓成大小一致的圆球 紫薯泥按照每份22克的重量 同样搓成圆球 再来准备一份炒熟的糯米粉 就可以开始月饼的制作了 取一颗瓷薯玉泥按压攀开 再取一颗红豆馅放在中间 因为瓷薯玉泥的粘性很好 所以可以很轻松地把馅包裹进去 为了更好的系模具 我们要把它搓成圆柱形的长条 裹上一层熟糯米粉 再次揉搓,调整均匀 放入月饼模具里,用手按压调整 再把模具倒扣 先按压几下,让它塑形 再提起来粗膜 一颗花形月饼就出炉了 重复以上的方法 就这样,轻轻松松 简简单单 一份低卡低纸 营养美味的直属玉泥月饼就做好了 颜色诱人的紫色外皮 搭配营养美味的红豆 外皮口感细腻 泪馅颗粒分明 让口感层次更加丰富 赏心月木的樱花外形 装在好看的盘子里 还没开吃,只是看上一眼 便让人心情变得更加愉悦 把月饼单独装在盒子里 中秋节送朋友 绝对可以算是一份超有心意的礼物 或者也可以用这种纸杯装起来冷藏保存 安全卫生,简单方便 喜欢的朋友们,赶紧去试试吧 小微在这里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和家欢乐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 请别忘记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简与世纪 我们下期再见